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在古惑仔的原著漫画中 陈浩南始终是以刘德华为原型创作 而作者牛浪为了感谢郑一剑 陈小春 李兹等人在电影中的精彩演绎 特意用几人为原型创作了数位生动的漫画人物 红星社 九龙城画石人一剑 手下头马小春以及一剑女友一只 一剑正直壮严 豪气冲天 如今 红星社前辈 陈浩南 太子 大飞 韩斌等人 面对东鹰社的风光扩张 战前过后 没有一剑 无惧无畏 时刻矛划着压制东鹰 正巧东鹰无虎之一的飞载瓶门声烂渡花 拖欠小春三万九丈 赖张不还 态度嚣张 小春顾忌 大哥与飞载瓶的交情 事宜一直没有过分追究 一剑正欲盛世 就是冲敌 正中吓坏 当即派出手下伏击烂渡花 一群新晋少年急欲在大哥面前立功 下手不知轻重 竟失手砍死了烂渡花 当晚 深山虎飞载瓶便带领一众东鹰门声 怒气冲冲的将一剑所在的酒楼围堵 两人毕竟多年叫醒 飞载瓶心中不快 仍是强忍怒火 先立后兵 此时新赵不宣 定是一剑暗中所为 自己身为烂渡花大哥 说什么也要替他讨回公道 不想一剑率先发难 拒不承认 两人话不投机 翻脸在即 一剑拍案而起 大声怒吓 我也不想跟你废话 你说是我做的 证据呢 你若能找到证据 我任你处置 小春 平哥要认人 你给我马上召集所有兄弟 全都到这里 让平哥一个个的审问 一剑此举 威胁异味十足 无疑是开战信号 非载瓶心中怒气 极力克制 不用了 一剑 我知道你不爽东鹰声 可没有必要扯到我的身上 太他妈没意思了 你承不承认都没有关系 这件事我一定会追究到底 谁的面子都不给 今晚我们话不投机 告辞了 一剑虽是占足了上风 仍是愤恨难平 天生傲骨 怎能轻易服人 他与东鹰社的货片 于公于私都不可避免 既然踏上了江湖这条不归路 要做便要做到最好 唯威懦懦 不闷不火的 那有什么意思 是男人便要成就属于自己的一番大事业 当年初登铜锣湾化石人的陈浩南 何尝不是如他这般 意气崩发 寸土必争 不争不斗又哪来今日的功成名就 不论是从形象 性格 意见都于效仿龙头 他挑选旗下精英门胜 以扎直作为右腕 挑动众人的好战情绪 怒火直手动鹰社 一众小弟为了上位 各个奋勇当先 连扫九龙城多家东鹰社地盘 奈何对方盖部接招 事实忍让 多次找到中间人 调节赔偿 大事花销 殊不知 东鹰社为了尽快消化 吞顶的红星地盘 近期的战略便是一染在染 但凡不服管教 出土挑衅之人 一律加法伺候 意见有力无处使脱干郁闷 甚至连鱼巴 咖喱等暴力之徒 都是莫不作声约束手下 一剑为了美人夜总会议室 和鱼巴的谈判做足了准备 表面人数不多 实则内藏玄机 手下精英尽冲 埋伏在侧 只等谈判破裂 翻脸动手 可不论他提出多么过分的要求 鱼巴一律笑脸相应 点头大眼 要知道 两家社团同时管理一个场子 在江湖上绝无尽勇 温锁未温 如此让步 一剑再大的火气 也只得明镜受病 无奈在场内留下了数名兄弟 伺机而动 办公室内 丽花证人陈思良久 缓缓对陈浩南表明了趣意 效力多事 虽无剑术 索性无果 如今 自己便要离开红星社 离开香港了 陈浩南四世早有心理准备 淡淡说道 人各有知 我不会劝你 但在你走之前 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你应该清楚 我早就知道 你不是丽花证人了 丽花稍有犹豫 便坦然说道 我的名字叫做山下忠秀 曾经也是山口族的一个小头目 故事还要从多年前的一个月圆之夜说起 当年 真正的丽花证人 受组内奈美之托 赶赴陆尔岛 协助一名叫做山下忠秀的人 打倒他的对头 齐天光 丽花收到消息 山下忠秀爱人百惠被遣 齐天光百般侮辱 逼迫忠秀现身 丽花动了侠义心肠 匆忙奔赴相助 却不想当事人山下忠秀 不见黄乱 一只消沉 嘴声猛死 丽花不明所以 心下不快 正在询问 两人目光相对 同时战斤无比 原来 二人除了发色 气质 均是极为相似 相视而做 便如同胞兄弟一般 一剑正式开战东莹社 丽花 山下 独闯楼探 能否就下百惠 敬请关注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